我现在在四川内教室大福寺这里 大福寺的旁边这里有一个山洞 好像里面还住着有人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大福寺这里属于市中心 周围有很多高楼大厦购物商场超市 今天有物还不清楚 没想到城市的中间 这里还有一个山洞 山洞就在那里了 我们过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山洞是在一个石壁下面 山洞的门好像现在是锁了 应该是没人 里面有很多那些桌椅板凳 还有床 还有衣服 看那个衣服 好像是一个环卫工人住的 那种绿马甲 还有那个反光条 山洞里面还通了水的 有水龙头 然后里面还通了电的 里面还有电灯 而且里面还搞得干干净净的 他应该还自己做饭 除去那些 还生活得紧紧有条的 就是不知道这里面冬天 会不会比较冷啊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城市的中心 还有一个山洞 里面还住着友人 应该是一个环卫工人 这里面住 还生活得紧紧有条的 希望不要有有关物门去讨论 那好好地这里住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